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军运会女排比赛的消息 八一女排昨晚迎战首个对手美国队 本场比赛的八一女排在阵容上做了一些调整 主攻位置林莹搭档王云露 刘彦涵该打接应 复攻是袁新月和高益 八一女排的开局打得不错 发球有针对性 网上也是占有优势 高益的被飞 王云露的强打 刘彦涵在二号位的连续下分 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 以25比10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八一女排继续表现强势 篮网高效 强大的发球更是直接破坏掉了对方的遗传 只让美国队拿到九分 八一女排赢下了第二局 第三局八一女排进行了部分阵容的轮换 美国队也在逐渐适应发球 双方一直打到12平 将这阶段八一女排思路清晰 断放的四号位 袁新月的二号位 两亿齐飞连得四分 八一女排16比12拉开了分差 最终八一女排以25比16拿下了第三局 总比分3比0 迎来了开门红 OK 再见 在这个題目的匙目训开